第486章养成 翠竹成片 绿意浓浓 竹射雅致 散发草木清香 一张以竹条编成的糖椅上 十号闭着眼睛养糖 在旁边的石桌上 一杯茶香气鸟鸟 清清心神 在她的身后 一个血液女子 发丝乌黑光亮如绸缎 洁白肌体流淌光泽 带眉弯弯 眸子漆黑点点 一双偶臂晶莹 以束手帮她捏肩 正是月蝉仙子 嵌手清零 不断按下 有一种特别的节奏 充满了美感 简单的动作 像是运有一种道运 十号很放松 茶香样开始 伴着少女的体香 如蓝四射 传入口鼻尖 让她越发宁静与空鸣 魔女进攻数日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震慑住了补天教的仙子 让她忌惮无比 生怕对手乱来 宁可服侍十号 也不远接近那个危险生物 这是皇宫内的一片竹园 清静而淡雅 有竹屋几座 十桌两张 目吨五六个 适合小气 短暂休养心神 茶香悠悠 十号半眯住眼睛 她一直在撕存魔女的话 究竟可信度有多高 在这大劫来临 天地变局前 她的话都不能全信 魔女非常危险 她所说的话跟根本不可信 同为不朽的大叫 与上界有关 捷天教怎么可能 只是为了意气之争 月蝉声音很柔很低 她引起远方宫殿中 那个对手的感应而被察觉 她小心谨慎 轻轻地对十号低语 难道我还能信你吗 十号睁开眼睛 清秀的脸上 亮起微笑 看起来很灿烂 洒脱中带着自信 若是与她合作 的确还不如相信我月蝉仙子 一身血衣 身子修长 曲线起伏 而且整个人灵动超尘 绝美的容颜上 眸子中闪烁一样光辉 她握紧雪白的拳头 不轻不重地为十号锤尖 发丝根根晶莹 有一种光泽 口齿吐气芬芳 清语道 她来自上界 身份高得吓人 与你所说的话 有一半都是虚言 而你我虽然曾对立 但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她最起码帮过我 有恩一直记在我心中 而你呢 一直跟我对立 率重围攻我 如何取舍判断 我还要考虑吗 十号审笑 这更说明了魔女的可怕 狡诈难测 早已布局 以些许好感 换来最终的果实 只是想利用你而已 月蝉仙子稍微低下身来 以很轻的声音说道 晶莹发丝浮动 落在十号的脸颊上 有一种特别的清香 十号仰躺在竹椅上 非常放松 以两根手指 缠绕住垂落下来的 一缕光亮而柔顺的秀发 不断摆弄 放在鼻端闻了闻 说这么多无用 最起码我们是意志敌人 让我改变 去对付盟友 这不现实 十号摇头 看出她那张 绝美而白皙的俏脸 笑了起来 道 除非 让我相信你 如果我们是一家人 就可以了 月蝉仙子 被她这样缠弄秀发 本就已经很不自在 平日间 她雅结出臣 何曾与一个男子 这样亲近接触过 现在这样的露骨话语 让她洁白透亮的 玉绒上 顿时出现一抹红霞 伸出玉手 去夺回那一柳秀发 想要倒退 看住那修长的手指 清零地拨她的手掌 十号心中一样 轻轻一带 拉着她那如温玉的袖手 将月蝉仙子 从竹椅背后 带到了前方 我所说都是真的 跟魔女走得太近 最终会致命 她便像那音速花 摇眼而梦幻 最终会引领你 走向毁灭 月蝉说道 虽然被人抓在玉手 十分不适 但她还是轻语 无论是发丝 还是身体 都有一股清香 扑鼻而来 十号摇头不语 脸上带着笑意 道 何必呢 其实我们真的 可以成为一家人 组长一直让我 扛回去一个娃娃娘 我觉得你马马虎虎 最起码也是上届贵女 月蝉仙子脸色微红 听着这些话语 她实在有点无言 平日间 谁敢这样对她乱语 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不过她到底不是常人 依旧能够镇定下来 轻语道 事关生死 你可要慎重 魔女真的很可怕 她近在咫尺 肌肤白皙而富有弹性 美丽的不可方物 真正是国色天香 十号半坐起来 眼睛半眯 看住她 道 你不用挑拨离间 说这些无意义 她探出左手 用力一揽 把握住了竹椅旁月蝉的小蛮腰 一下子将她带起 侧坐在她的身上 引发她惊呼 月蝉仙子修有一种秘法 圣洁无瑕 可令人止步 不敢亵渎 而今虽然修为被封 但是那种气韵还在 对于一般人来说 她依旧显得很飘渺 触臣而超然 不愿冒犯 只会敬重 然而 十号却不受影响 只将她当成一个女人 不曾有任何的敬意 我觉得 我们可以慢慢谈 你如果所说是真的 我们可以当作一家人来合作 十号调笑 她这样做 自然只是想将 平日高高在上的 补天教仙子 击落在凡尘 让她生出一样 不再那么高不可攀 扰乱其心绪 月蝉仙子躲避 然而那鲜柔如蛇一般的腰之上 那只手臂有力而火热 紧紧地揽住了她 并且带向怀中 她难以挣扎出去 顿时有些羞恼 嵌手扶向十号的双眼 可惜 她的修为被封 出手时 虽然清零 不染人间烟火气 可是却没有任何威力 你 月蝉仙子略微窘迫 向外用力抽 结果却没有能如意 近距离这般接触 如蓝四射的芬芳 涌入十号的口鼻间 看出她如羊之玉般的 机体流动光泽 那美丽无瑕的精致面孔 就在眼前 十号心中一荡 情不自禁 用力收拢手臂 月蝉仙子轻呼 小蛮腰先后 被一双手臂还住 被带着扑倒向十号的怀中 十号直接仰躺在竹椅上 那柔软而晶莹的胶躯 则被动浮在了她的身上 青丝滑下 落在她的脸上很痒 那乌黑发丝间 一张银白的绝色容颜露出 带着恼怒 生出红霞 看起来分外娇艳 心谋梦幻 红唇鲜艳 背齿如玉 十号鬼使神差 不自禁地张嘴迎了上去 月蝉仙子脑中轰的一声 这太突然了 别说这样的亲密动作 就是与人相见时 都相隔着一段距离 今日这一切 颠覆了她以往的一切 呜呜 她挣扎时 却也觉得有种晕眩的感觉 这可恨的感觉 让她有些羞怒 以双手推拒 可水蛇般的腰肢 却被抱住 难以起身 十号很迷惑与审醉 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哎呀呀 你们真是放荡 朗朗乾坤 青天白日 居然这样肆无忌惮滚在一起 城河体统远处 魔女一脸坏笑 轻盈地走来 她坐在远处的一张藤椅上 一副十分悠闲的样子 月缠剧烈挣扎 终于站起身来 一扇不整 由一个高高在上仙子 彻底跌落凡尘 胸部剧烈起伏 呼吸不平稳 这还是我认识的月缠吗 魔女取消 她最喜欢见到对手吃憋 这样的情景 在她看来赏心悦目 疑人心神 十号坐起来 道 喂 魔女 你是不是极度羡慕恨啊 不会吧 这么快就懂得疼媳妇了 魔女笑得很灿烂 我们在聊人生 一同顿悟了 你这样搅扰 十分不厚道 十号一整言辞 月缠磨牙 站在竹椅后 直接捶了十号几拳 可惜根本无用 没有法力在身 怎能伤得了十号的宝体 不知道为何 她更想对付魔女 不愿她出现在眼前 最不想在这种关头相见 这实在是尴尬与羞愤 希希 与补天教的仙子共误人生 真是逍遥快哉 魔女笑嘻嘻地说道 那是当然 不过这是我们自家的事 你别破坏十号邪逆她 然后转头对月缠仙子 道 不用理会她 她这样说 你我能少肉吗 月缠十分想揍她 乘无眼轻 努力平静下来 迎白而美丽的玉蓉 渐渐恢复淡定 拢了拢秀发 冷笑了一声 道 魔女 别以为我不知你包藏祸心 你是在利用小时 这才多久 便亲热地称呼为小时了 我们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开始懂得忽悠情亡了 不过这也太明显了 肯定不是真心魔女摇头 好整以霞又开口道 我与她是合作关系 认真来说 或许更密切 接着 她与不惊人死不休 道 我在实行上南养成计划铺 十号喝进嘴里的茶水 都喷了出去 这魔女百无禁忌 什么都敢说 比她还生猛 最起码 她对身边的月缠 也只是先影响 进而改变而已 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她潜力无尽 慢慢培养她长大 崛起 将来大劫结束 上届人在南下来时 让她扫除补天教 西方教等魔女坦然说道 言称这便是她的少男养成计划 月缠仙子摇头 绝不相信 魔女对十号传音 道 死女非常不简单 一般情况下来说 她根本不可能被擒住 她的真实战力极度恐怖 最差也可及破解神父逃生 我怀疑她心怀不轨 想叹你的昆蓬法 要得到你为何能这样迅猛崛起的秘密 十分危险 你要小心十号模子中神光流转 经过接触后 越发觉得这两个女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谁的话都不能尽兴 她笑了笑 传音道 无妨 有人事后 赏心悦目 不是很好吗 假戏真作 娶个仙子当老婆 皆大欢喜 第487章 禁忌存在下界 紫棋东来 闪电交织 整座中央天宫都被淹没了 雷霆霍霍 令人震撼 若非神灵法阵守护 无论多么宏伟的巨功 都得化成结灰 金色符号流淌 将雷暴抵住 化解无形中 大殿中 十号浑身焦黑 跟一根木炭似的 她在研究酸泥宝树 操控号称功法 可排位在最前列的雷电 结果引发电芒乱舞 这是真正的 天阶太古凶兽的最强宝树 也是石国的镇国神通 未能无穷 远胜她早先 所得到一众法门 这些日子 她一直在研究 已经有了惊人的进展 但是想彻底雾透 炉火纯青 还需要时间去积淀 天宫内 是最适合修行的地方 不仅元气充沛 更因为有神灵法阵守护 随便怎样是法 都不用担心毁掉这里 琵琶声响传来 十号浑身骨节发响 身上的脱下一层老皮 焦黑进退 而经强大到她这等地步 自可以迅速恢复外伤 况且 天宫中有一个灵池 当中泉叶鼓鼓 对身体十分有益 十号引灵泉冲洗身体 而后换了一件前进的衣服 再次打坐了片刻 仔细揣摩雷到神通 春雷将至 我需进入云层 仔细去感悟 天地自然中的雷道 如此才能迅速悟透 酸泥宝树 十号自语 同时 她也想去获取一种大机缘 雷霆中不仅有毁灭的力量 亦孕育勃勃生机 当中有雷结叶 价值连城 当年 在补天教时 一滴雷结叶就号称硅宝 而雷霆中 每次都会出现一蛙 若是能得到 可以洗礼肉身 增进道行 妙用无穷 不过 那种东西十分稀有 很难捕捉到 修为高的人也很难得到 因为那时 雷霆之力会随之暴涨 当她结束修行后 月蝉不入 血衣仙尘不染 灵动而超然 她美丽地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人物 手托一个玉盘 上面有一杯香鸣 若是万人得知 补天教的仙子这样侍候一个男子 一定会觉得疯了 这种事情怎能发生 过于梦幻 魔女已经离去数日 认为天地即将大变 有惊天动地的事要发生 她去做准备了 月蝉仙子递来一块雪白的毛巾 让十号擦脸 很是顺从 真像一个合格的侍女 立身在旁 当然 骨子里她是高傲的 不可能屈服 而今只是形势所迫 面对这个强势的少年 她有些抗不住 从来没有人敢对她这般无礼 但而今形势比人强 作为俘虏 她若是激烈反抗 可能会吃更大的亏 喝下一杯香鸣 十号放下剔透的玉杯 回头看着站在身边的绝代佳人 微微一笑 道 你在我身边 是想得到昆蓬法吗 空灵若仙 飘渺出尘的月蝉 闻眼美眸眨动 张开鲜艳的红唇 刚要说什么 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啪 因为 在其风马而挺翘的臀上 一只可恶的手掌拍落 并停留在上 这种亵渎 让她愤懑 满脸通红 这种神情 若是被外界看到 一定会目瞪口呆 从未有过 月蝉仙子 一御手去拍那 还停留在翘臀上的手掌 真是太过分了 同时觉得身下火辣辣 被拍得很痛而麻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不该出现在一个仙子身上 十号并未收回手掌 依旧抚在上面 同时 眸子发光 射出两道惊人的神芒 没入月蝉的眉心中 她有意如此 惊扰补天教的仙子 让她杀那分神 而后利用这机会 要一探她的石海 窥探其本心 月蝉仙子身不能动 遭遇偷袭 星田顿时一阵恍惚 竟被得手了 她神念强大 不可能全被禁锢住 若真的闯进 其神石海内 必然要遭到 她的全力反击 不过这一次 十号突破了进去 毫无疑问 补天教仙子的石海 绝对是一片境地 有今天的秘密 除却其本心来历 还有补天树 真龙宝树等 任何一种秘密泄露出去 都是一场浩瀚波澜 成功了 十号惊喜 竟如此顺利 忽然 她变色 在石海前方 看到了一对金色的巨门 紧紧地关闭住 难以开启 这才是根本所在 早先突破进来的区域 没有多少价值 这才是最神圣之地 为月蝉仙子的圣洁禁区 金色的巨门 怎么有神灵的气息 十号相当地震惊 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种浩然的力量守护 让她谨慎了起来 十号上前 用力推那对金色的门户 果然十分牢固 坚不可摧 镇守住了所有的秘密 给我开 十号发力 神识化成的小人 施展昆蓬法 硬撼那对门户 轰隆 终于 金色门户窑洞 竟被她推开了一道缝隙 顿时间 有一股神圣的金色力量 涌了出来 十分浩大 她预感到不太妙 这是对方的石海 月蝉在主场作战 占据了无尽的优势 她若是强闯进去 也许会有危险 因为 现在不是突袭 对方肯定有了准备 这力量 十号赤金 现在所感受到的 这股神念很强 有丝丝缕缕的神灵气息 晶莹光辉流转 她预感到 月蝉仙子 绝对是上界了不得的贵女 身份高得可怕吓人 这可能是有人守护 奇缘神在其石海中 留下的力量 不对 又像是她自己诞生出的力量 到底得到过什么机缘 怎么有神灵的气息 很快 十号又变色 她再次推金色门户 让缝隙大了一些 向里面望去 在神圣的石海深处 金色海洋无尽 有一座无量仙弓悬浮 当中盘坐着一个女子 像是在沉睡 通体都是金色光彩 神圣无瑕 犹若真神一般 她虽然很朦胧 但是看起来无比的圣洁 体魄修长 完美到令人惊叹 不太对劲 十号心头一领 向后退去 任金色门户闭合 没有再强攻进去 霞光一闪 十号退了出来 回归本体 月蝉狮神片刻 也已经清醒 忍不住一声惊叫 因为翘臀上 那只手还在 啪 十号在上面拍了一巴掌 这才倒退 盯住她看了又看 果然不简单啊 若非细叹 还真会忽略什么 不过她并不惧怕 这样也没什么 一个绝带家人 在身边赏心悦目 并讨野情操 算不得什么坏事 月蝉仙子不说话 倒退出去 雪白晶莹的玉蓉上 神色变换不定 真想将十号踩在脚下 可是现在办不到 月蝉 我们时间紧迫 什么时候洞房啊 十号懒洋洋的问道 她觉得 不管对方有什么秘密 都可以从容应对 若是一不小心 假戏成真 娶个仙子扛回石村 一定会引发惊叹 石海中有一尊女神 很怪啊 你在嘀咕什么 月蝉仙问道 没啥 娶自己的仙子老婆 让女神哭去吧 来 仙子抱一抱 十号笑道 张开手臂 迎向前去 我去泡茶 这一次 月蝉仙子无比清零 一个猫妖 躲避了出去 然后迈开一双修长的玉腿 快速逃出天宫 哈哈 十号畅快大笑 调戏一叫仙子 竟然这么有趣 咔嚓 突然 天地间一声爆炸声传来 一道巨大的雷电横空 撕开了整片苍穹 春雷来了吗 该去修行 酸泥宝树了 真知完美尽 可这不是要推迟 我洞房花竹叶了吗 十号叹气 然而 马上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闪电未免太浩瀚了 还在拉长 挤压满了天地 难道三教修士再次来攻 他等了很多天 都没见对方有动静 这也不太像 就在这时 出去了几日 在荒域中探查的小塔回归 从一条阴阳二气流转的通道中飞出 落在天宫内 有大哥的下来了 小塔道 上面的人物终于下界了 十号震惊 不错 我已经预感到血雨腥风 有震动千古的禁忌存在 要陨落了 小塔十分严肃 那是九色雷电 气息恐怖 敬伴着混沌器 压盖苍穹 景象浩大的震慑人心 整片天雨都像是碎掉了 这雷电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那种压抑并未消失 显然有人击穿戒壁 正在从另一届 艰难地下来 要出现在荒域中 我们做什么 去清柳什么 关键时刻 你们一起出手 十号问道 我们只是看戏 小塔话语低沉 他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现在去多造化 抢机缘 很有可能将自己搭进去 他通体发光 但却与大天地隔绝了 不时自身印记泄露 而后开启皇宫内的一座祖祭坛 以他监控天下 从这一点就足可以看出 小塔的逆天之处 随便在祭天上布置了一番 就能看遍荒域各地 寻找上界下来的人 第一站 他几祖祭坛监控了火国黄都 而今那里成为一片废墟 在这里九色雷电汹涌 苍穹破碎 一只巨大的脚掌 艰难地踏了下来 十号非常震撼 那脚掌也太大了 比云层都广阔 遮拢苍穹 踏着九色雷电 伴着无尽混沌雾矮 神威盖世 冲着至尊神藏而来 小塔说道 十分肃穆 接着 画面再转 他开始查看另一地 正是耀都 在耀都数百里外的地方 有一座山谷 倒阴隆隆 天地轰鸣 混沌气澎湃 一株仙根在发光 伴着送经声 这株东西要出事了 不知道要引来 何等的禁忌存在出手 这本是上界的第一神根 小塔更为严肃了 轰 刚说完 这天穹如玻璃般破碎 一只紫色大手探下 铺天盖地 笼罩着萌萌的混沌雾海 第488章上界大人物 大劫再次来临 谁也没有想到这么的突然 第二次变局开始 依照小塔所说 从上界下来十分艰难 这是天地规则的限制 也有上界各大道统的制约 强行下来 动辄就会死掉 在这种无情而严苛的 大道规则下 修为低的人还好说 高身者受到的影响 则大道无边 针对对禁忌存在 与最强大的神器更甚 用以保护下界的生灵 当实力超过某条线后 一旦离开这一界 再想回来数为不易 需要以血和生命去补偿 才有可能成功 故此 便是禁忌存在 也不会轻易下界 他们承受的伟力难以想象 也只能从上古等到现在 待到天地有缺 大道轨迹偏移时 才抓住机会 实现目的 咔嚓 祖祭坛上形成的镜面 传出震耳的声音 镜面模糊 而后直接炸碎 好强的力量 十号惊叹 他们与那火国的距离 十分遥远 凡人走上一生一世都到不了 可依旧透过祖祭坛 穿透来这样一股力量 这是无差别攻击 损毁所有监控法阵 不希望有任何生灵 见到他们的真身 小塔道 他重新布置 祖祭坛恢复古朴平静的样子 在上面出现一面透明的水蛙 画成镜子 再次映现出现场的景象 九色雷电闪耀 苍穹裂开 一只巨大的脚掌 已经踏到了地面 让山河崩塌 顷刻间毁掉了一大片 十号骇然 透过祖祭坛观看 相隔无近远 可依旧感受到那种浩瀚 与无上的威严 以及毁灭性的力量 这种神威太强了 荒域磅承受不住 那地面均裂 缝隙扩大 画成了来谷雨深渊 并且蔓延向远方 地下的岩浆汹涌而上 宛若世界末日来临 那维时不可阻挡 席卷四方 无尽原始山脉都成为了废土 禁忌存在 下界而来 那种力量透出后无以伦比 什么都阻挡不住 唯有他的真身全下来 才能稳定住一切小塔道 十号露出一色 道 你与其低沉 似有无穷感慨啊 轰 天崩地裂 那是一个银色的生灵 巨大无比 崩碎苍穹 真正降临而下 浑身光芒黄黄 照耀九天十地 然而 却无法证实他的真容 过于明亮与璀璨 那种气息像是海啸 又若星河滚滚 浩荡荒域中 一尊人形生灵 除此之外 很难看到其他 不知他的长相 在其身上淫袍如金属 异以生灰 照耀青天 太强大了 十号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的存在 也许唯有柳神 还有小塔发威时 才能立敌吧 不然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这种力量 十号露出忧色 道 若是这等人物 常驻不走 会怎样 小塔道 禁忌存在便是下来 在这一届呆的时间 也不会很长 否则会出大问题 而若是非要久留 必先自斩根基 从头再来十号文言 心中一动 他想到了柳神 又看向小塔 并想到在虚神界 见到那的个混沌神盘 皆有缺啊 这一世 机会只有数次 相隔漫长岁月后 他们最多 也只能下来三四次而已 活了漫长岁月 号称竞技班的存在 闪电P5 长空破碎 一个金色的身影出现 高耸入云 矗立苍茫天地间 庞扶更古长存 他一身金色长袍 头戴皇冠 眸子开合间 像是两轮大日在闪面 恐怖栖息滔天 可惜被混沌雾矮缭绕 也看不清真容 十号不得不叹 这像是开天辟地时代的 众神之王 伴着混沌 根本就难以揣度深浅 果然啊 这个家伙还活着 也下来了小塔清雨 那片地狱 山红爆发 岩浆汹涌 大地崩碎 景象惊人 游若天地的生命 到了尽头 在大破灭的景象中 火国黄都化成的废墟 摇摇欲坠 但竟未曾消失 那里隐约间 腾起阵阵烟霞 很是飘渺 终于 上界的大人物 稳固了神力 定住乾坤 让伤红岩浆等止住 而后自身开始变小 出现在那废墟前 不过 那种威压九天的气息 依旧还在 游若至高神 震慑天上地下 古今未来 无 这两个家伙 活了漫长岁月 足够长了 但估计寿远也将近 故此第一时间下来 寻找传说有中的机缘 而上次探好了位置 小塔道 一闪身 那两道身影消失 没入废墟中 突然 那苍穹上一挂银河 倾泻而下 白茫茫 照耀九天 也坠入那废墟间 这是一个生灵 没有形体 只是一道光而已 一极度恐怖 轰 突然 那废墟中 一只巨大的爪子探出 拍碎了整片大地 茫茫无际 方圆数十万里 为之沉现 一头龟 十号看清 那是一只巨大无边的龟 一击之下 苍茫天地为之而崩溃 唯一庆幸的是 天地中有道则压落 不允许这种激进力量 出现在这一界 瓦解了那种波动 禁锢了浩瀚神能 背负至尊神藏的龟 难道那是真正的宝藏 十号精益 虽然心动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能看戏 那是天地中 最强巨头的对抗 这一界的生灵 却多少都没用 在那等存在弹指间 无尽生灵 都会成灰烬 假的背后传来声音 十号回头 发现柳神出现 他依旧神秘而朦胧 被一簇又一簇光团围绕 每一道光团中 都四盘坐住一尊神明 对他鼎领膜拜 无形间 有一种苍茫而幽远的 大道奥义扑面而来 还有振振机四音 振动诸天星河 十号星喜 再次得见柳神 他尝出了一口气 不用担心什么了 轰 柳神话语刚落 祖祭坛上的画面就变了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废墟中 渐气滔天 混沌气澎湃 第三沙阵 小塔惊呼 强大如他都震惊 感觉一阵悚然 因何而排名 十号动容的同时 心中充满好奇 对这等级数的存在 异常感兴趣 十分想了解 在柳神 小塔看来 形势严峻 那里沙阀 弃阵骨朔惊 关乎上界与八域的未来 而在十号眼中 却更多的是惊奇 因为站的高度不同 柳神 小塔神色肃穆 密切地关注 所谓第三沙阵 便是开天以来 上界第三强的大阵 小塔低语 说是第三 但不见得比前两种弱 这是开天辟地时的 先天法阵 是自然诞生出的符文 被后世人得到了阵途 并非人为所创 故此强的难以想象 果然 那里皆为混沌剑气 绝非普通的杀意 伴着开天的力量 冲销而上 斩到了天外 并且雾矮朦胧 扑 那废墟下 有血光泵剑 汹涌到大地上来 柳神沉默 小塔庆幸这个坑 不是他跳了进去 而是坑了上界的禁忌存在 一一过后 明洞千古的禁忌人物 又有人陨落 不知这个集数的存在 是否都要凋零进了 小塔幸灾乐祸 十号只能看戏 连柳神都在观战 不愿沾惹进去 至尊神藏中 到底有什么 十号询问 非常想知道 原始真解中篇 柳神达道 啊 十号大吃一惊 你所学为上篇 名为神隐 禁忌存在中 一些人都看过 故此对中篇 很感兴趣 柳神道 神隐 十号第一次知晓 自己所得 不过是一篇而已 那中篇有什么名字 他认真请教 中篇名为 超脱柳神道 并告知 应是保存在 至尊殿堂 外人一直想得到 却都失败了 那下篇呢 十号迫切地问道 从未有人见过下篇 原始真解 同第三沙阵一样 同为开天辟地时的产物 天地郁郁而成 并无人得到过 下篇柳神道 十号哑然 心中震撼莫名 上篇神隐 是柳神带到石村的 不然十号 怎么可能见到 他一阵私存 并没有在当中 见到过深奥的大道啊 不过却有 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难道他没有雾透 十号醋眉 这样看来 他回头要去 再认真研究一番 上篇你领悟的 没有问题 机缘到了 总会得到的 柳神说了一句莫名的话 是 突然 天地轰鸣 在那北海中 一杆大几藤起 带着滔天的沙伐器 震动古今 滑破长空 冲向大地 那是天荒 太古十大兵器之一 十号精教 一眼认出 他曾在北海见到过 他断成了三节 但是组在一起 并没有一点衰败相 像是协一方天地 镇压而下 这感大几太可怕了 缭绕混沌器 镇压一切 杀伐器 金谷金 撼动苍天 进入废墟间 昆蓬 难道他还活着不成 连小塔都惊呼出声 十分的震撼 要知道 他当年曾跟十号 一起进过昆蓬巢 探究过那里的秘密 十号同样震惊 今日之事超出想象 连昆蓬的法器都出现了 直接镇压进 那废墟下的神藏中 像是有滔天大恨 扑得一声 血光一闪 从地下窜上来 银色血液十分璀璨 愤歪耀眼 第489章 上界巨头之战 昆蓬还活着 想到这一可能 不光是十号发呆 就是小塔也择舌 柳神一神色凝重无比 那绝对是一位盖世强者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便是上界的巨头下来 都可能要吃大亏与糟结 不对 只是一缕残念而已 是那天荒大己 自己邪神威而来 小塔说的 轰的一声 乱世崩云 大己击碎废墟 迅速冲出 并没有在这里多停留 那几刃上沾着银血 触目惊心 将整体都染得一片银灿而森然 他破空而去 瞬息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地下冲起一道银色身影 几乎被立批为两半 想脱困 结果那第三杀阵发威 混沌剑芒横扫 他惨叫一声 浑身皆伤 几乎被斩碎 再次坠落进去 天荒大己发动后 让这片法阵彻底复苏 更加恐怖了 混沌气澎湃 沙光滔天 让日月星辰都跟住战力 昆鹏好大的恨意 难道当年的陨落 与这几人有关 小塔自语 十号也有点发猛 这局难道是昆鹏做的 不应该啊 他死在了太古 残念不可能做出 这么大的动作吧 而今也只是残念苏醒 想必马上就要溃散了 十号以前以为 是截天教所为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又不太小 难道是他 十号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折纸传的女子 还记得太医血 写下的苍凉 而漆碗的话 只剩下我自己了 十号心头有点发毛 这种博弈很复杂 他根本猜不透 层次不够 轰 天地茫茫 废墟崩溃 混沌沸腾 这里成为一片朦胧之地 难以看清了 去看另一地小塔控制祖祭坛 显化出耀都外的那座山谷 镜面刚一转换 就有一片刺目的光浮现 绚丽而惊人 那山谷茫茫一片 正在大战 并且由法阵破裂 第九沙阵 小塔心头一跳 一阵悚然 接连两地都显现了 这种在上界都可斩杀群神的法阵 十分恐怖 不过 这座沙阵比起第三沙阵 要差不少 好惨烈 这是要做什么 寄养那第一灵根吗 小塔控制祖祭坛 让它更清晰一些 那里正在大决战 混沌气弥漫 符文密布 密密麻麻 像是诸天星辰一般 每寸空间都是神符 流转无上伟力 十号一探 他当初所见到那上百座法阵 早就崩溃了 山谷放大 画成了方圆数十万里大小 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手段 以法阵拘禁这么广袤的土地 培养一株灵根 而经那些神阵被破 大抵恢复原状 不过 中心的有一座绝世沙阵 散发混沌气 应该就是小塔所说的 第九沙阵 当中有几道人影厮杀 他们每一击都可以破碎 数十万里土地 足以展落下星辰来 不过那种浩瀚莫测的力量 被沙阵束缚了 噗 一人陨落 被沙阵隔杀 但是他却也因此而自曝 画出本体 并非人类 轰然一声 将法阵击开一道口子 然而 他暴碎的光与血 却没有溃散 迅速倒流 全都没入那片土地 而后中心处的灵根发光 像是在汲取无尽神力与惊气 好狠 这是布下杀菊 坐等人来取灵根 而后展之 用以献祭给第一灵根 让他恢复当年的神性 柳神探道 禁忌存在 结果成为了上界第一灵根的养料 这实在有点可悲 那方圆数十万里 本是荒域的神性所在地 能造出一些真神 结果都被第一灵根 将神性汲取走了小塔道 神色凝重 毫无疑问 能掌握上界第一灵根 并将他移栽到此的人 绝对强势 可怕的有些吓人 他有恃无恐 不怕别人驱走 而且还再次开杀局 斩杀禁忌存在 不过 此阵已破 在里面厮杀 争夺第一个灵根的两人 先后向外冲来 并且一人出手 使那灵根渐渐离地而起 向外飞来 当 大中悠悠震动天地 苍穹外一口道中飞来 降落而下 古朴而神秘 流淌无穷大道傲义 终生震动荒域 像是可以逆着时间长河而上 与太古共鸣 与上古共振 拥有时间之力 该死的 他终于又出现了小塔诅咒 便是柳神 也露出十分严肃的神色 打中这一阵 一片涟漪扩散 看起来很轻柔 但是却影响时空的稳定 激向那两个人形的生灵 轰弄一声 山谷崩碎 数十万里山川成为飞灰 只有一株灵根 还有两大巨头在那里 别的都被毁掉了 这钟好可怕 十号悚然 我若是没出现意外 哪轮得到他逞凶 小塔不服 这可不是道中在逞凶 而是驰掌他的人 在催动柳神道 显然 道中的主人 便是第一灵根的拥有者 已经现身 还想击杀一个巨头 用以寄养那第一灵根 两人自然大怒 各自施展大神通 对抗中波 向天杀去 波 一人的尖头血花飞溅 被中波突破进去 险些将半边身子震碎 道中与其掌控者的合力 志强无比 嗡的一声 苍穹上方 光芒在线 一个混沌盘 十分残缺 一缕缕物矮弥漫 急速冲来 撞向道中 这些家伙疯了吗 这样死战 不担心让此界崩溃吗 小塔变色 难道还真要开天 从头再来不成 那是因为他们寿源将近 都已交集 而今皆需要第一灵根 或者得到超脱片 不然早晚击灭柳神道 当的一声 那混沌盘与大中 隔空对积 震动天地 最下方的两人 亮枪倒退 而道中与混沌盘 也惊颤不已 翻飞而去 咦 他祖母的 他也来了 被一个王八蛋掌控 小塔诅咒不已 那天地中 出现一座残塔 俯冲向大地 要将那第一灵根夺走 隐约间可见塔中 棄居住一个生灵 轰 道中飞回 并且最早争夺 灵根的那两大巨头 也冲击 再次混战 争夺第一灵根 这里一片朦胧 混沌气爆发 成为灭绝之地 大战激烈无比 没有意外 还是要被 道中的主人取走 他不担心 丢掉灵根 柳神一探 果然 最终的结果是 那灵根自己 飞向道中 因为在他的身上 缠有一条神链 任主而归 锁着灵根 冲向天穷 其他人自然不甘心 全都出手 不 这个时候 一朵花绽放 倒阴轰鸣 脱离母体 直接破空而去 逃向九天外 这个结果 出乎道中 主人的预料 他被逼显化出真身 一手持大钟 禁锢那第一灵根 另一手探出 眼斩上万里 抓向天际 不过 这注定会遇到阻击 男友收获 其他人一起攻击他 猛烈出手 是 突然 在九霄上出现波动 早有一个女子盘坐 等在那里 古朴灰衣遮体 可却风华绝带 鲜言无双 他的眸子发光 开辟出一条可怕的通道 再演混沌世界 令宿天地 将那朵逃走的花 禁锢 捉到了手中 重通者 上古不败的神话 那位女天骄现身 十号发呆 他居然这么大胆 敢跟上界巨头争锋 虎口夺食 超出想象 十号知道他强 但是却不认为 他能与上界巨头决战 这有点离谱 出乎他的预料 此女还太年轻 火候不足 多半要陨落了 小塔道 不对 柳神摇头 虫童女浑身发光 整个人破碎虚空 直接这这一介消失 那里一片混乱 走不了 有人大喝 一只紫色的大手探出 跟住破碎虚空 抓向那虫童女子 除此之外 还有人寄出神通 要将虫童女子拘禁回来 更有人诵经 以皱纹之力沟通 欲跨界 直接出现在他身边 情况危急 然而就在这时 晶莹光泽点点 一只黑色的小纸船飘来 在虚空中横渡 挡在那里 抵住了那只大手 震散了那些神通宇宙语 是他 是他 十号一声怪叫 折纸船的女子出现 一只小船挡在那里 横断万古英雄 竟有一种 唯我独尊之的大事 轰 天地暴动 那里乱了 所有人都出手 有弓相道中的 有追击重通女子的 展开了一场大混战 走 该出手了 柳神一闪而灭 从皇宫内消失 小塔咬牙 化成一道光 穿入虚空中 跟了下去 他们两个一走 无人主持祖祭坛 那些画面顿时消失 必须那个极数的 存在主导才行 不然祭坛难以监控 那么远的距离 十号踹牙花子 前着急没有办法 他不可能跟去 可现在想观战 也都不能了 怎么能这样 十号无奈 走来走去 几次尝试 都无法再现那些画面 他站在皇宫 一座高台上 眺望远方 希望能从天地乱想中 看出一些端倪 啊 还有大人物 十号头皮发麻 真的有所觉 因为远空 有通天动地的神光 笼罩茫茫 十国大地 他看到了一个 劈头散发的老人 一路迟行 口中喃喃有词 在哪里 我要找的东西在何方 他满头灰发 眸子空洞 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直接从皇宫上方而去 那种庞大的气场 震撼人心 远方一片大山 挡住去路 他一冲而过 刨袖碰到山峰后 那成片的山脉 都成为了劫灰 这是什么人 十号心头狂跳 半个时辰后 一个老玉出现 手中提着一个药篓 自语道 你们争夺神圣之物 我采摘人间大药 他边说边一路飞行 探出一只手 将一只蜘蛛捉住 扔进药篓中 十号心惊肉跳 那只猪分明是 魔灵狐的一位尊者 不知已何手段 逃过了上次的大劫 结果现在却被捉住了 十号身体有点发凉 尊者被捉去炼药 而且这两个怪人 都是从十国皇宫上方飞过的 多半将这里 也当成了药园子 只是没有发现 成熟的药草而已 这个牢笼已被踩尽 该去剩下的七个监牢了 老于自语 破解而去 第四百九十章 天地大乱 十号身体绷紧 难以放松 他以为掌控了自己的前路 不予欲外大叫妥协 命运在自己的手中 可现在却发现 面对上界巨头 任你天赋惊世 成为人皇都无用 一根指头 就足以让你化灰 我要超脱 十号自语 语气很坚定 声音很有力 刚才那披头散发的老者 也就罢了 而那老玉 明显将这里 当成了一个药田 只是为发现 合适的药材而已 才没出手 仅那一瞬间 十号通体冰凉 他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堂堂十国禁地 异国皇宫 居然被这样俯视 当成一块田地 他被无视 是因为他为达尊者禁 还不入别人法眼 故此安然无恙 这个理由有点荒谬 因为不够强 被人无视 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不知是讽刺 还是一种滑稽与悲哀 妈的 最终 十号只吐出这样两个字 他倒也不沮丧 因为他还年少 有的是时间去提升自己 早晚我要打进上界 十号吐出一口浊气 这天地间 不时有雷光横灌 挤压满天的 那是大劫之光 有无上人物在征战 阵列界壁 辟腻荒域 可惜现在 我只能在这里待着 连看戏的资格 都没了十号轻语 进行自嘲 小塔离去 没有人主持祖祭谈 那镜面非常模糊 根本不可能捕捉到 远方的战况 不知站到了哪一步 荒域尽头 老玉提着药篓 一身古朴衣裙 像是个农家老夫似的 可是手段与威势 足以吓死人 轻轻一碰 玉壁破开 他稳稳地迈步而入 穿行进另一玉 这一日 对于荒域来说 宛若开天辟地 上界巨头征战 血染天河 沙发器震动古今未来 从未有之惨烈 而对于其他七玉来说 则是一场迟来的大劫 并不止老玉壹人 还有人也出手了 采摘人是大药 这是要一网打尽 全部带走的架势 对于尊者等 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劫难 十号没有见到 但可以想象 因为他曾目睹过荒域之变 啊 不 一条囚龙大叫 但是却难以摆脱命运 他仰天怒吼 浑身清光冷烈 化成数以万丈长 想腾天而去 顿入狱外 可是这根本就是徒劳的 一只粗糙的大手探来 任他千般神通 万般法术 都难以躲避 被两只手指捏了起来 就像在捉泥丘般 咦 运气啊 居然是真龙庞系 血脉不凡 若是在上界 还不好随意补杀 很容易被龙骨记恨 如农家老夫般的生灵 咧嘴一笑 看住粗糙手指中的囚龙 点头道 带回去喂养一段岁月 等其龙血归一 成神圣后 当时一炉大补药另一域 一个道人在行走 容貌一般 气质捉朴 只是皮肤偶尔会呈现紫金光泽 生有六臂 手持浮沉 背负大葫芦 他也在出手 用手一点 清灰一闪 前方山崩地裂 诸多山峰化成飞灰 只留下一座巨山 而后裂开 在山腹中 一条银色大蛇长足有数万丈 盘绕在那里 吐出蛇性子 十分紧张 不由自主地站立 不错 要突破尊者境了 正需要一些银蛇胆 你应早点进阶 他背后的大葫芦 喷出一道紫光 将银蛇收走 数万里外 一口深潭内 一头闭眼金金兽 浑身鳞片闪烁 他撞入一头麒麟 心有所感 直接击穿地层 逃向地心 山门前的水池中 缺少一些灵物 算你走运 放养进去 恰好盗人一步迈出 就到了这里 背后的大葫芦 锐其一缕缕 将地下的尊者 及碧眼金金兽卷走 非是他们不强 而是盗人与老妇实在恐怖 为开天辟地 来上街最强的遗猎人 号称不死的巨头 这一日 各与强者站立 因为他们发现 无论以何种神通对抗 以什么样的法宝对决 都没有一点效果 在那等之尊面前 所有的挣扎 都显得苍白与可笑 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 各与大乱 早先从荒域中 逃出的尊者等 全都哀叹 依旧是难逃一劫 与这七玉生灵一样 遭遇恶难 这一世怎么了 古代虽也有过大劫 但是并不像现在这么彻底 这是要捉紧神圣啊 一个都不留下 有人怒吼 悲观无比 远方 有巨大的光芒冲销 一座耸入苍穹上的法像 挤压满了虚空 浩瀚莫测 神圣无瑕 那是一尊神灵 可惜 任他怒吼 咆哮天地 手持神器 爆发阵势的威能 散发无量神芒 也难以改变什么 一只大手探下 直接将他抓起 丢进一个法器中 尾神尔 也敢乱喊乱叫 回去炼药这样轻蔑的话语 让世间强者绝望 如何去对抗 连这等神圣都不行 直接就被捉走了 他们更不是对手 大劫来临 各欲强者 惶惶不可终日 平日高高在上 而今却成为丧家之犬 四处逃命 这种落差实在太大了 许多生灵悲呼 怒斥上苍 对这样的劫难无可奈何 无力翻天 那是 一位至尊 有人变色 觉得道人眼熟 在八狱中 有些破败而道观 唯无尽岁月前所留 当中便是供奉着那的道人 这样的人物 竟然出现在下界 这令人无言 深深的恐惧 一句传说 他很多年前就下来过 而今渐渐成为历史 湮灭在岁月中 想不到这一世诱险 玄遇 布老山前 老夫人出现 提着药拢 笑咪咪 看起来十分慈祥 自语道 好一块药甜 不过是有主之地 是那人的传承 山市雄郡 紫气冲销 这里一看 就是腾龙之地 万山之祖根 无 趁乱采摘几株 应该没问题 老玉笑了笑 一抬手 清灰洒落 没入布老山内 顿时 这里符号密布 法阵之力滔天 绝对能绞杀尊者 甚至神灵 狂暴无比 什么人来袭 此地乃布老山 为上界不朽的道统传承 有人大喝 声音发抖 充满恐惧 因为 这个时候 一股莫大的威压 笼罩而来 让人心神皆颤 并且此时巴欲大乱 早已传遍天下 自然更加让人不安 轰 布老山重地 有几座古东暴碎 当中有闭关的强者 被强行拘禁走 通体闪烁无量光芒 奋力挣扎 依旧不敌 任他们法力通天 仰天嘶吼 都改变不了结局 没入老狱的药篓中 阴风怒毫 紫气澎湃 心和道挂 各种意向分成 当一切平静下来时 布老山高层脸色铁青 有数位老祖籍人物消失 闭关之地崩碎 成为废墟 一定要禀报到上界 岂我不老山无人吗 不止此地 还有其他不朽的传承 也遭袭 西方教 灵山一座又一座 这里佛光一缕缕 普照十方 祥和而宁静 金色河流鼓鼓 万年古药飘香 山中锐气缭绕 神兽出没 五色路闲着灵草 祥情飞舞 芝兰遍地 采光蒸腾 宛若一片不朽的净土 西方教 好地方啊 比老道七居的破庙强多了 道人来到此地 冷笑了一声 显然有一股怨愤 是 他一甩浮尘 三千银丝飞出 化成一道银河 没入成片的灵山间 当场就有几大尊者 被卷了过来 被扔进葫芦内 什么人敢犯我净土 有人大喝 佛光普照 所有大阵全面开启 无 那神池中有好东西啊 不错 老道人低语 牟子开河间 紫光流转 射人之急 他探出一只大手 没入诸多神灵法阵中 直入最雄伟的佛寺内 道起流转 无误不破 没有什么能阻挡 在大殿中 有一方神池 金色液体流淌 心香扑鼻 并有佛光流转 他静止抓起了池中一株 举世罕见的宝药神帘 散发无尽光辉 助手 有人大喝 与此同时 供奉在殿雨中 一座神像轰鸣 发出宏大的声音 显化出不朽的法身 道 道人 你越界了 轰 生振天地 西方教内无量光冲销 我在下界的道统 原本很繁盛 却被你等算计 而今荒拜不可见 今日来了因果无量光中 道人冷笑 背后的大葫芦飞骑 对住西方教一些灵山猛西 许多药田 圣物等全部飞了进去 道统之能 弟子争锋 一时的输赢而已 何必如此 你清零此地 有时身份 那神像发出更为宏大的声音 散发炽烈光芒 最终一道帐六金身走出 迈步向前 与道人对峙 其微震骨说惊 既然来了 就比过一场道人开口 帐六金身不说话 抬手间 一座金色拱桥出现 从这里一直蔓延到天外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霞光一闪 两人登上拱桥 直通域外 要在那里大战 显然这个等级的争斗 可以毁天灭地 能展落星辰 帐六金身者 不想将下方净土毁掉 在这天地大乱 不朽的教主争锋之际 十号站在皇宫内的一座高坛上 沉默不语 静等大战结束 他知道 这一战将影响上界格局 更关乎八玉未来 终是要结束了 占了一夜东方破晓 一旅西光射来 天地间的压抑气息减退 他知道大战要落幕了 请你 订阅下来